就这么想知道 我对你这份惊喜的感想 还是和一年前一样 一如既往的没有条例 又缺乏创意 好的没学到多少 做坏事的胆量和盯嘴的功力 倒是土飞猛进 居然还敢擅作主张 跑到我家里 是不是觉得我拿你没办法了 急什么 要夸奖的我都放在后面了 先意后扬 不然有人肯定会不长记性 只听完夸奖的话就算了 在所有重要的日子里 你都从未缺席 是该办个全金奖给你了 不过 以后还有什么想说的话 想做的事 就直接告诉我 总比你一个笨蛋胡思乱想好的多 嗯 今天叫了你太多次笨蛋 那你想要我叫你什么 幼稚鬼 小学生 还是 想要更轻易地称呼 作为全金的奖品 偶尔一次也不是不可以 天天都要这样叫 那就要看你之后的表现 放心 在我这里 你永远是所有投资中最长期的那个 还有 你的心意 不用说我也知道 不过我的心意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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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